耐高八定四哪一场球最好看 无南地质vs浙江回泊 血拼三杰弹机两绝一场最强之锚与最强之盾之争 要说今年耐高谁最有冠军效 无南地质排名绝对靠前 首发阵容最矮的就是1米92的张文杰 纯纯的现代武风险者 能跑能跳还能冲无限换防下无限反击 冲起来打球场面那叫一个好看 与之相对厚弹厚然时代的威冕冠军浙江回泊 星光暗淡然底蕴犹在 杀进全国前八靠的就是顾弱金汤的防守 纵冠全场一条龙突破杀篮下 左手拉开大回环空中换右手 跳篮打中五星高中生排名第一的张文杰 一开场就给威冕冠军一个下马威 什么联防整体镜 什么一丁四连铁筒刃 踏风而来生吃对手整队如入无人之境 都知道我能拖就是防不住 首当其冲的回补后卫 第二阶没打完就早早私放 然而任何时候都不能低估总冠军的心 回补替补全员发力 在第三阶一度把比赛搬了回来 关键时刻张文杰三分开了 无视防守 干拔硬杰 里图外头单阶 砍下11分 三阶战霸带领地质以一分优势领先回博 战至第四阶 双方已经基本弹尽两绝 地质炎家雪 卢一亭站了出来 最后时刻张文杰两发稳稳命中 彻底杀死比赛 精彩 次阶天平两端 全场砍赛21分 八篮板三处的张文杰 就是那个不平等的砝码 篮球是团队运动 但有时左右胜负的 往往就是球星个人的光芒 据说张文杰测试标准 深蹲160公斤 助跑猫高3米55 弹跳达到夸张的110公分 这个18岁的年轻人 力量速度放眼职业联赛 也是天之交责 只是听说未来要去打华科 打CUBA 这不等于自飞舞的功吗 或许大到更远相信 张文杰是以大爵为跳板 千青炫保底CB 走弹后然的路 我们下期见